品牌是一家公司對外的一個名字 那如果你沒有把這個名字給講出去 就不會有人知道 那沒有人知道就不會有人購買 所以打造一家一個品牌 最首先的就是要讓你的名字 讓對方知道 讓對方能夠叫得出來 那下次他有需求的時候才會想到說 有這個名字 有這個品牌 我可以去購買它 品牌的打造就像你在跟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是一樣的 它一開始不信任你 它就不會去跟你交朋友 所以在打造品牌的過程當中 我們首先是在面對陌生的國家 怎麼讓它在快速的時間認識到BSP 相信BSP 然後進而當它有需要的時候 它絕對可以優先的選擇BSP 這是我們在整個過程當中 認為讓不同陌生的人快速認知的部分是一種善愛這樣 在整個品牌計畫因為它是配合顧問的 所以讓我們可以從跟以往不同的視野來看到品牌的打造 就像之前我們也不知道品牌定位的重要性 那藉由這次的品牌台灣的這兩年的計畫 我們從品牌定位到代理商管理 都是跟以往有所不一樣的 那這個也在於今年我們的營收上也展現它的成果 謝謝 謝謝